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就是不需要玉拌粉 如何自己在家里做出 第二天依旧能软弱拉丝的雪妹娘 只要注意一个小细节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分享三种口味 今天做的量会比较多 因为我要送一点给老师他们尝尝 把屏幕上所有的食材加进来就可以了 纯牛奶 先给它来搅和均匀了 之前还一直执着于用玉拌粉 也不是说玉拌粉不好 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高科技在里面 好 我们搅匀了之后 给它过一遍筛 再给它盖上一个保鲜膜 扎几个小筒先放着备用 再来做一份可可味 搅匀了 我们还是一样的 过一遍筛 大火上锅蒸半个小时 炒一点熟糕粉 就是糯米粉 炒到这种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熟糕粉也炒好了 现在来准备那个梦龙脆皮淋面 这里是椰子油 配料的话我打在屏幕上了 隔热水来给它融化开 加40克的花生碎 搅匀了 被用 估计蒸的差不多了 上面还有白色的没蒸熟再蒸一下 天呐 这次终于给蒸熟了 我差不多蒸了一个小时 因为这次的量太多了 可可味的也熟了 黄油给它充分的揉进去 还是得用手揉 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烫 撒一点干粉 像脱衣服这样子给它脱 然后反复的这样拉伸折叠 至少要拉个10分钟 最终的这个面团是可以拉的很长很长很长 重点来了哦 很多人只会告诉你们 一定要揉到拉丝 其实要揉到出现这种薄薄的手套膜 就像我们做面包出现的那种手套膜一样 这样子吃第二天才不会硬 我没有揉过的 你看它这个状态 平均给它分成35克一个 巧克力的也分割好了 借助一个擀面杖给它擀圆 先挤上一圈奶油 中间放上你喜欢吃的水果 奶油再封个底 两边向外拉伸 收口珠给它收起 看一点点干粉装到纸托里 哇 太可爱了 最后把我们奥利奥的 搭配奥利奥咸奶油 要碎 巧克力猪 总共做了46个 淋上之前备好的巧克力酱 这个巧克力脆皮的 看上去太好吃了 我来先试吃一个 哇塞 这个拉丝的状态 我上次用玉拌粉做的都没有这么拉丝 剩下的我明天来给你们试吃 我先给它拉去冷藏上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咯 我现在看看它到底还软不软弱 满的都是馅料 这个是芒果的 草莓的 虽然这个吃起来不会像第一天可以拉丝 但是口感上一点点也不硬 因为它这个里面是有黄油的 黄油放在冰箱里面它是会凝固的 口感还是一样非常好 打包一点 这巧克力猛龙的 谢谢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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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啊 不要滴到衣服上了啊 这新衣服啊 哇塞 这一口吃的多满 再碰个花 啊 才能